畫面中通紅烈火夾雜濃煙燃燒猛烈 21號晚上11點多高雄陵園區工業二路 一處回收廠發生火警 因不明原因突然起火 不過現場堆放許多塑膠和紙膜等雜物 導致火勢迅速蔓延 消防人物貨爆後出動22輛消防車 趕緊利用怪手機具 將現場的廢棄物整理 集中火勢鋪設水線搶救 好在火勢沒有繼續蔓延 據了解這邊是一個資源回收廠 它主要是將一些廢鐵 法拉跟它黏在上面的材料分離 所以都是一些塑膠脂膜 到達現場的時候火勢已經滿大 那我們也動用怪手 會將火勢法拉 集中 局限在中間 它目前對外是沒有煙燒之餘 熊熊烈火照亮黑夜 約一百多平方公尺的回收廠 幾乎要被火海吞噬 消防人趕緊現場後 火勢仍相當旺盛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搶救 已在凌晨1點32分順利撲滅 也沒有人員傷亡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有待進一步釐清